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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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Vinder 又過了幾天 也是累積了不少內容可以來雜談一期了 首先是最近開車的陳白禁譽 先抱怨幾句吧 C3G啊C3G 我也真的是服了You了 PC版每次打開啟動器 不是出現網路連線問題 就是公告常常在英文跟中文間反覆橫跳 接著原本前幾天的更新 再上線本來也沒事 然後毫無預兆的 再打開遊戲以後 要你下載那個10G的本體一次 這就算了 但下載期間還一直跳出什麼錯誤訊息 而且遊戲期間那個滑鼠 常常點擊到一半就會失靈 你不需要左右來回點才能解鎖 這些到底是什麼操作啊 莫非我是在玩什麼不三檔內側版本嗎 你們也不是兼什麼新公司了 既然是自己想搞什麼多國同時上架的話 該做好的工作請好好做 別再這樣搞玩家了 然後在中國的抖音廣告投放 被人抓到盜用了崩壞3其中一個BGM 我是真的搞不懂你們在想什麼了 目前開服收入也不是太理想 僅計算中國區的話 這幾天的累積營收大約在3800萬左右 這是什麼概念呢 大概就是金河開服當天的三分之一不到 雖然他沒有大廠那些QQ微信或者抖音等 可以靠自家龐大的流量管道來做宣傳 但沒想到會差這麼多 但因為遊戲的類型不同 而即使8月3號要上架的卡拉比丘 也是主打PVP 所以目前同類的手遊市場上 也還真的沒有可以參考的指標 那實際的營收結果 就等下個月的月報再來看看了 另外還有拿這款跟Steam上的The Dawn對比 但我覺得更多人推那款原因是因為 它是完全免費的遊戲 外壓美術是比較主流的路線 但是那個遊戲如果收錢還是那樣的品質 不妨再看看會不會被噴死 那談回遊戲本身吧 它遊戲的底質其實並不是太差 除了雖然標榜式手遊 但卻只能在PC版上才能解鎖完整體驗的爛優化以外 至少廠商距離上次的刪測後 也真的是有完成高強度的調整 劇情跟建模都有不小程度的改進 另外一些福利至少也還是有適時調整 可見官方還算是上進吧 然後最多人一直詬病的這個美術問題 其實看久了也是挺習慣的 不過電腦老闆建議在優化優化吧 我急著把設定全開到極限了 還是會有明顯的光影劇齒 看上去就挺阿札的 那如果你喜歡這種輕度射擊遊戲的 還是可以玩玩啦 就當個富遊吧 接著最近算是一個頗熱門的話題吧 Nikki的開發商ShiftUp旗下的另一款遊戲 運運之子宣告官服 遊戲自2016年上架 走了7年也不算短了 我還記得當時在收集Nikki資料的時候 對這款遊戲的畫風也蠻有印象的 還想著要怎樣入坑 雖然畫風看上去是挺油膩的 但放在市場上真的是極具特色阿 一丟出來就知道是他們家的遊戲 尤其今年上半年推出的這個魯中劍 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阿 當然其實它除了色色的元素以外 也有其他不少驚艷的作品 當時我看到官方消息 還以為是為了迭代下一款作品 或者為了專心去開發新任 所以提前收掉 但實際上他才剛推了一次大更新跟活動 甚至是在負責的開發團隊 都沒有提前獲得通知的情況下 就把遊戲給裁掉了 那我看了不少韓國新聞報導 推測的主因都是因為在IPO前 想讓財報更漂亮 提升公司的整體價值 所以果斷停損這個不賺錢的產品 畢竟隔壁的Niggy一推出就屁壓姐姐聲勢 上架7個月就獲得4億美元的營收 對於一款成功的產品 選擇加大力度投入也很符合資本的做法 當然不少韓國網友對於廠商這樣的操作不能理解 甚至失去對廠商的信任 但說實在的 每款遊戲走向終點只是早晚 不是它死就是你棄根 重觀原因千百不同 結果終究還是一樣的 而比起那些幻皮遊戲 只是發文官服就拍拍屁股離開 最後還是有提供個離線模式 已經算是個不錯的結果了 但廠商選擇把團隊整個拔掉 而不是丟去安排開發新的項目 有種愛流流不流滾的態度 這個內部的人士操作 真的也是挺魔幻的 希望不是太過於親近騰訊的結果吧 然後就是之前提到的龍之谷2 進化 國際服跟台服最近總算上架了 而打開遊戲就是騰訊經典的那個音效 感覺就不是太好 那我稍微玩了一下到一轉 經典組改動跟弱化不少 但為了手遊簡化的操作 我是能理解的 不過原作都是個十多年前的遊戲了 卻連重現那個基本的打擊體驗都做不到 看來廠商這幾年的經典數 全都點在課金系統了 也算是個不意外的不意外的 祝你早早逝去吧 然後另外之前講過的塔皇遊戲 一城拿米拉 陸服終於要公測了 我當時都以為這款遊戲早就已經砍了 老實說這款跟千年之旅的定位非常類似 都是側重在女性加養後宮為主 而且我當時玩的體驗其實並不是太好 但筆介即使有那個完成度跟不小的熱度 都自願退場浪嫌的 以你這個遊戲放到2023年 外加這個熱度 實在是挺懸的 希望不會捲一波就倒了 然後我稍微看一下最近日本有什麼熱子 然後就看到了這一款 濕肉的伊甸園 神力覺醒 嗯?看上去有點熟悉 呦呦呦 這不是咱們的熱門大作 神機血無者嗎? 失禁失禁啊 看我記得你們在日本 也是有自己的品牌不是嗎? 怎麼反倒丟給另一間一放 臭味相投 欣欣相惜是吧? 結果你們猜怎麼樣 我打開youtube 第一個影片就是 你遊戲的廣告詐欺介紹 你們到底名聲是多差啊? 那我稍微查了一下 投放的廣告依舊是在台灣那一套 虛假遊戲內容 預約送獎品等 不過不少日本網友還是挺清醒的 留言有討論這款遊戲存在廣告詐欺的狀況 果然是答辯的部分國界耶 還是有人能看透本質的 那我這邊只是轉述看到的狀況 你廠商可別又來投訴我啊 那我建議的話是可以再補上一些 火爆台灣的素材 畢竟你當時發的業配也不少吧 好好的回收再利用吧 那接著就是重返未來1999 即將推出國際版跟日版 我還想說為啥不更新主線呢 原來選擇跑海外啦 其實也是挺好的 至少我覺得比起在陸服 被捲進那個選擇性的價格戰的批鬥中 可能在外服的運用上會舒服一點 當然前提是你要做人的話 而且在具體方面或許也能放手掌開來 只要到時候不要因為這樣被中國玩家炎上就好 然後當時我一路看下來 每個人都在跟風吐槽 抱怨什麼養成問題的 就我這種無刻佛系的收菜 基本上沒什麼認證在拉鍊度的 也能差不多打通深淵了 代表他其實也沒這麼要求養成跟刻度 所以我也不太懂 到底那些人是在玩遊戲 還是在玩風向球的 然後這款遊戲台灣也有代理 但是千萬別碰別碰別碰 代理的那間模塊遊戲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那款EFUN的子公司 也是常常代理一堆遊戲 但每款遊戲都活不久 這也是官方自己說的 可不是我亂講的 所以本質上也跟那個路珠 或者伊亨差不多一樣 挺雷的一間代理 所以我實在不覺得 這款遊戲交到他們手上 會有什麼好下場 我是真的建議官方 不如直接上國際版直營就好 不要找什麼奇怪的代理商了 別到時候被他們用各種虛假的廣告宣傳 換到是砸爛自己的遊戲了 另外最近有一款殺小滅鬼之路 這種100%的盜版遊戲 就不用我多說了吧 連日本在做遊戲相關的自媒體 都有去跟版權方確認過了 我真的是連介紹都不想介紹了 如果你還給他儲值 那你真的是錢都沒地方花了 那最後再提一下 還是會有人問我 XX遊戲廣告 是到用了哪款遊戲當素材 建議的話可以去看我最近幾期的雜談系列 我裡面其實都有特別講過 那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話再問我吧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P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